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天章砍书里边几个比较难写的字 比如说女,还有像其他字 这里边呢,我把这个镜头咱们拉大一点 好,像这个字,我们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多点一线 还有这个收放的关系 好,看 这个点,这个起鼻和它 是在一条线上 这个内角小,咱们看一下 顿鼻,撇画,点画要有弧线 看,一压下来 下边呢,这个撇画与这个撇画要紧凑 然后我们下鼻之后,眼睛要朝这地方看 它两对齐的 好,看一下顿鼻,弯撇 漏肩 撇肩高,点画低 再来一个长横,左低又高 这是个主鼻,它是放 好,断下鼻 那如果我们写这个安全的安 看一下 这个点画,撇画,交叉点,一条线 然后我们看这个下部的起鼻与左点 大致对齐 好,这个 先写一个竖点 对比,抬起来 左点,压下来 好,来一个横钩 这个横钩横啊,咱们不要写大 朝左点方向值 因为这个字,它是一个上收下放的字 好,和它对齐 看,和它对齐 对比,走 然后,有点弧线 这样压下来 那下面,看,撇画 和这个撇画比较紧凑 再经过这位置,走 弯撇,漏肩 好,左低又高 顿鼻,要注意和上部的衔接问题 然后这边压平 再顿鼻,它是主鼻 好,我们下边 再看这个美,每天的美 这个字 这个字,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主鼻 它是这个长横 另外 这个 树画 树画 点画 接近平行的 然后这两个横平行 这个长横和前边三个横 近似平行的 这边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上部 中间空出来 这个距离 好,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撇画呢 要起高 短撇 然后这个短横呢 应该在这个撇间 位置 看 这个横画不能写长 因为这个下面它是主鼻 然后在这个 撇起鼻位置 看,对起 顿鼻 带点弧线 看,顿鼻 好 这也弯曲一点 这个不要写太长 因为主鼻是这个鼻画 好 顿鼻 和上边的横平行走 看,对起 顿鼻 再与这个撇画平行走 看,顿鼻 中这一台 看,顿 拉 顿踢 下边 这个点 在这个中间位置 靠上 然后长横 左低又高 和它是平行走 顿鼻 走 拉长一点 后边这段呢 稍微走平 再顿鼻 然后看 放在这位置 和这个横 搭在一块 好 那下边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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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写这个 长 这个长呢 我们就在这个 这里边的米 这个去写了 长 短的长 第一个撇画的 收笔方向 与第二笔 横画的起笔 在一条线上 大家看一下 顿鼻 走 看,沿着这个方向 到这位置 顿鼻 再顿鼻 右边的横画 咱们不要写长 一边这纳画 是放 好 从这个 撇尖 这位置 偏上 它要高一些 好 走直 看 略带一点 弧线 顿鼻 T要写长 下边这纳画呢 与这个交叉点 接在一块 也可以偏 右边一点 看 压下来 顿鼻 冲到脚 我曾经讲过 这个偏纳 不过勾 就是勾要写低 纳要写高 好 下边我们再看 这个 农民的农 这个名这个字 明这个字 上边这个口 咱们要小 因为斜钩 和竖梯 这个跨度比较大 所以说 上收 这个下边是放 好 短横 顿鼻 从里边收一点 再来一个横画 好 这里边 开个口 走 看 顿鼻 这个梯 要写长 然后从这 从这个 这段竖 中间靠上 然后和上边 两个横 平行 扛肩 稍微写长一些 但是不要写太长 然后这个斜钩 不是从这走 如果从这走的话 这边空太多 这边太急 所以说起鼻 要靠 这个右边 看 斜钩 纳长 看 左边 高 右边地 顿鼻 正上方 出口 好 我们下边 再来看一个字 也 也这个字 上收 下放 所以这个横画 起低 扛肩 顿鼻 斜过来 顿鼻 出钩 三个竖画 是非常紧凑的 中间这个竖呢 要起高 所以中间这个竖 与这个竖钩 距离不要太大 同样竖弯钩的竖 也要使它和这个 比较紧凑 看顿鼻 竖斜短 弯斜小 横拉直走长 翘起来 顿鼻 正上方 出口 所以说这个 每一个 所讲的要领 大家呢 要 都这样体会 好 咱就讲到这